- 欢迎收看白宫意见 我是张经义 这一期我们来谈谈特朗普指控 奥巴马在大选期间窃听的一个事件 那么这个窃听门并没有消停的迹象 还成为近来每天白宫新闻发布会的热门语题 特朗普与奥巴马的恩怨情仇究竟是如何 那么为何在最近又爆出了窃听门了呢? 其实一直到4个月前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的第二天 受到奥巴马邀请到白宫访问 他们两个人才算是第一次的面对面见到面 不过这两人的恩怨情仇却可以追溯到10年前 当时奥巴马是美国政坛的星星 特朗普则是在媒体上屡次的赞扬他 但是这样的关系却随着奥巴马当上美国总统之后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在6年前 特朗普还发扬光大了部分人对于奥巴马出身帝质疑的运动 美国宪法规定不是美国出身的人就不能当美国总统 那么这个运动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 Birther 没多久奥巴马就提出了他在夏威夷出身的证明 还在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上讽刺了特朗普一顿 后来因为特朗普一直拿不出他所谓的极度可靠的消息源 来证明奥巴马不在美国出身 特朗普是渐渐淡化此事 直到2016年大选如火如荼的一个阶段 为了争取选名 特朗普是最终承认了奥巴马是在美国出身的 不过在这个大选阶段 特朗普还是紧咬奥巴马 说这个奥巴马是美国史上最差总统 甚至宣称奥巴马的软弱无能 导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 那么不甘示弱的奥巴马 在此期间也是不断痛批特朗普 没有资格来当美国总统 但是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 两人的关系却出现了逆转 迎来了蜜月期 特朗普特朗普就职总统那天 两人的关系是异常的融洽 特朗普在入主白宫后接受访问时 事后回想 他说他觉得奥巴马喜欢他 我不知道他会承认这事 但他喜欢我 你怎么知道他会承认他 我喜欢他 因为我能感受到他 那就是我的生活 我明白 好景不长 特朗普在3月4号是突然连续推文 指控奥巴马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对他的特朗普大厦进行电话窃听 要求美国国会展开调查 奥巴马的发言人也是立即推文反击 说这是一派胡言 那么据传 奥巴马私下对于特朗普的指控是十分的恼火 甚至是愤怒不已 这个窃听门究竟是怎么爆出来的呢 主要是日前有美国保守派的媒体说 奥巴马政府透过对通俄门的调查 来对特朗普的团队进行窃听 不少美国媒体认为 加上日前特朗普的心腹 美国司法部长塞森斯卷入了通俄门 特朗普为了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才抛出了所谓的窃听门 那这还不止特朗普还要求美国国会立即展开调查 然后美国国会众院情报委员会 是设下了3月13号的期限要求提供证据 但是特朗普政府迟迟没有在期限内来提交证据 而是要求延长期限 那么后来国会同意延长到3月20号 那么同时间白宫也扩大了特朗普所谓的窃听范围 范围所有的监控行为都是窃听 这个微波炉监控一说是受到了热议 那么白宫是一再澄清 那只是说明监控的手段多样 不是真的指微波炉能够监控 按照这个程序窃听门在几周内应该就会有结果 那无论结果会像过去特朗普的出身地指控 不了了之还是真的揭发了天大的丑闻 可以确定的是特朗普跟奥巴马常年的恩怨情仇 可能还不会这么快有个了结